台东今年盛大举办了炸函单的活动 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参加 不过也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 台东一名38岁黄姓男子 他不仅下半身赤裸闯进的会场 还大声咆哮智商 甚至出现不雅动作 警方获报到场先用纸板 把他的下身给遮住 赶快通报119强制送医 全案失一 妨害风化罪 现行犯以送侦办 蓝衣男子下身一死不挂 就连上衣也掀到胸口 整个人近乎全落 被警方压制在地 男子疑似省之不清 先是不停哀嚎 后来直接爆粗口 好在现场民众游客已经散去 没有吓到太多人 当时炸函单活动已经结束 现场只剩下工作人员在场整理场地 远警到场后也立即保护管束该名男子 并且通报119将该男子强制送医 事发在4号晚间酒店台东宣物堂进行炮炸 邯郸爷庆元宵 大约在10点15分活动圆满结束之际 这名38岁的黄姓男子 裸着下半身闯入会场 大声咆哮 自伤 甚至做书不雅动作 遭到工作人员制止 警方也获报到场 先用纸板遮挡男子下身 并将人强制送医 途如其来的意外事件 险些让活动变调 索性现场人员平安 至于男子是酒醉闹事 或是疾病导致 才会做出脱续行为 还有待警方后续厘清 也提醒民众要自律 切勿因为意识冲动而触发 这里是下大会台东西报道